你知道一个词叫婊子吗 但是你一定见过 你妈妈 你妈妈她偷了我的男人 妈妈她就是个臭婊子 你们全家都是臭婊子 在于池子17岁的生命里 有两个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相依为命的妈妈 一个是青梅竹马的段博文 17岁之前的段博文呢 是于池子的superman 于池子一直坚信 不管自己出了什么事 段博文都会在三秒之内出现 并为她解决 所以她也竭尽所能 对段博文好 直到短发女孩斯嘉丽的出现 斯嘉丽在操场上晕倒 段博文像白马王子一样 背着她去了医务室 其实斯嘉丽是装的 她也喜欢段博文 她每天缠着于池子 问她是不是段博文的女朋友 于池子回答是 段博文呢 也对于池子的做法不置可否 于池子的内心其实有小窃喜 但很快啊 她就发现了 段博文的秘密 她看到段博文在雨中 为班主任称赛 原来这位发小 一直暗恋着 温柔年轻的班主任 为了创造和班主任的接触机会 段博文故意持交作业 还在作业本上 画她的头像来吸引主意 书上说 喜欢一个人 就会满世界寻找 这个人的蛛丝马迹 而鱼池子能做的 就是帮着段博文 寻找她喜欢的人的蛛丝马迹 于是 她到处打探班主任的消息 好不容易弄来班主任的QQ空间 却发现班主任正在谈恋爱 而且男友还向她求婚了 很显然 段博文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涂 就像是为了宣布她的战败 第二天 班主任就请假 离开了学校 段博文的天 仿佛都塌了下来 但她不死心 她去到和班主任第一次 雨中会面的地方 却冥冥中自由注定 让她再次看见了班主任 班主任邀请她到自己家 换上干净的衣服 随后跟她说了一个秘密 原来班主任的左耳是听不见的 不信的话 段博文可以在她的左耳边说句话 电影中并没有交代段博文说了什么 或许是 我喜欢你 也或许什么都没说 从班主任家出来后 她遇见了班主任的男友 俩人之间的火药一触即发 但班主任拿着段博文 落下的手机 出来打断了俩人 原来段爸爸因为酒驾出了事故 最后是班主任的男友 为段博文处理了这件事 段博文头一次觉得 自己的力量如此弱小 说起段博文的家庭 段妈妈早逝 段爸爸娶了后妈 段爸爸整天喝酒惹事 后妈整天发疯耍魂 所以啊 段博文实际上是吃瑜伽的饭长大的 俞妈妈对段博文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一天 俞池子在家发现了一个盒子 知道了妈妈的秘密 原来俞妈妈一直喜欢着段博文的爸爸 这也解释了俞妈妈为什么对段博文这么好 俞池子不想做妈妈这样的女人 她要让她喜欢的人 视自己为珍宝 而不是需要时被当成避难所 不需要时就气如必履 她觉得妈妈这样活得太卑劲了 当段博文的后妈再次来家里闹事后 俞池子终于对妈妈爆发出来 她把妈妈装着秘密的盒子公之于众 并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你傻不傻 你等人家等了几十年 人家需要你 就把这儿当成避难所 不需要你 因为想把你踢得远远的 她女人跑来这里闹 你还要做何事了 你还抓人家八岁 人家会娶你吗 别做梦了 够了 是 我是够了 这么多年 我买铅笔多泥粉 我买笔记本多泥粉 我买汉堡多泥粉 我买可乐多泥粉 我买什么都记得多泥粉 你知道这一个妈妈 求求你 不要再跟我抢了 这件事之后 段伯文的后妈就离开了 而段伯文再也没去过鱼池子家 鱼池子跟妈妈 再也没提过那天的事 她觉得时间可以带走一切 高二的时候 段伯文留在了文科班 而鱼池子选择了理科 没能分到一个班的俩人 从此再无交集 之后段伯文通过 喜欢她的私家里 介绍到酒吧打工 两人因此亲近起来 而鱼池子也认识了网友横刀 斯嘉丽说 没有人可以将拥有的一切 事做理所当然 这让段伯文想起那个 无条件对她好的女孩 尤其是在吃着泡面的时候 她想起了鱼池子 为她做个早餐 她想念在鱼家的日子 也想知道鱼池子在干嘛 于是她给鱼池子发了一条语音 收到信息的鱼池子十分开心 这是几个月来 段伯文第一次联系她 晚上段伯文来鱼家吃饭 对鱼池子又是夹菜 又是帮忙洗碗 总之通过这一晚 两人的关系终于缓和 甚至两人之间 有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 很快班主任就辞职了 他准备和男友去澳大利亚结婚 段伯文有几分失落 却还是将自己的祝福送给了他们 即使生活中充满失望和分离 也要对生活怀着感恩之心 因为这样 人才能更加感受到快乐和希望 所以段伯文拿下了 校园作文比赛的第一名 圣诞节这天 段伯文在酒吧打工 他看着狂欢整夜的斯嘉丽 觉得他特别像自己的后妈 用疯狂的方式去掩盖自己的悲伤 段伯文忍不住安慰他 而斯嘉丽激动地抱住了他 这一幕被鱼池子拍了下来 鱼池子被伤透了心 报复性的家俩人 举报给学校 段伯文的作文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而斯嘉丽在讲台上 罚战时晕倒 段伯文再次像白马王子一样 背着他离开了 后来斯嘉丽再也没出现在学校 有人说他转学了 有人说他出国了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鱼池子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 但他不想纠结这个问题 他选择认识新的朋友去逃避 于是他和网友横刀越走越近 他把横刀当成段伯文的替身 以为这样就可以忘记段伯文 但是当段伯文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后 鱼池子又很慌张地想要解释 一天段伯文发现了鱼池子相机里的照片 鱼池子结结巴巴地 骗他说是横刀拍的 在学校公演的时候 段伯文冲上台去打了横刀 两人在扭打的时候 被倒下的背景板砸到 鱼池子担心地询问 段伯文有没有受伤 此刻躺在另一边的横刀 无比尴尬 事后鱼池子向段伯文 坦白照片是自己拍的 但其实段伯文早就知道了 事情的真相 他会打横刀 只是因为他嫉妒 不过这个秘密 就和鱼池子喜欢他一样 被俩人不约而同地藏在了心里 每个秘密都会有一个结果 而每个结果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心里有什么秘密呢 如果说不出口 不妨告诉我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